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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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魚 三文魚 山中來 我們才叫一方的平均不到兩畝 要去拿那個甩做來長 青甩從來沒有養過三文魚 不害呢 魚子醬四川藏 剛好在這個位置最少群魚生長 用必燒篩選出 用來做魚子醬的魚 隱藏款特產 怎樣引領致腹路 因地之餘 這80畝水質很優的貪圖地攀活了 每回那時候不期間 每回也好 您好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焦點訪談》 今天的節目和魚有關 一說到魚 大家首先就會想到江河湖海 現在您看到的魚 是在大山裡的一個村莊裡養殖的 您意外嗎 我還要告訴您 現在這個村是華北地區最大的 三文魚養殖基地 驚奇嗎 再來說魚子醬 這可是餐桌上的高品質食材 而四川一個內陸縣 養殖的鱘魚所產的魚子醬 已經搶佔了14%的國際市場 小地方能幹出大名堂 而且幹的還是全新的 從未有過的養殖業 這樣的地方當初為什麼要選擇養魚 又是如何做到如此規模的呢 三文魚是一種製作西餐的優質食材 在我國市場需求也很大 但我國的三文魚一直以來主要依賴進口 每年進口量10萬噸左右 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魚進口國之一 不過近年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觀 在新疆 山東 山西等地 養殖三文魚都已經獲得成功 國內供應總量能達到2萬噸左右 而讓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在山西太行山深處的一個小村子 竟然有著目前華北地區最大的 淡水三文魚養殖基地 年貢獻產量能達到800噸 大山深處是怎樣養三文魚的呢 這裡是太行山深處的山西近城市 慶水縣鎮莊鎮張峰村 村民們正在忙著餵魚分魚池 這個魚要十幾斤吧 你看咱們轉吃以後 十二個小時就能躲到上海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 山西省水資源並不豐富 張峰村又深處太行山深處 怎麼想到要養殖三文魚呢 原來三文魚養殖對水質的要求很高 必須是活水 張峰村養三文魚的水域 屬於大山深處的沁河 水質清澈 富養 水溫勢宜 正是三文魚養殖的理想之地 養三文魚的這片80畝河灘地 屬於村集體用地 村裡此前沒有什麼產業 村民基本都靠種地和外出打工為生 因此村裡一直想發展一項蜘蛛產業 我們村秀一旁平均不到兩畝地 我們就是拿那個水做完整 因為咱們那個水 水魚是沁河的豬幹流 所以就引進這個企業 從那個產業方面 帶動農民支付 胡敬富是現在 山文魚養殖基地的負責人 當時他得知這塊地 有前三年免租的優惠政策 便想與村裡合作搞養殖 不過養什麼好呢 胡敬富沒有頭緒 於是當地政府給他介紹了 漁業協會的專家 和他一起考察調研 經過實地調查 專家說 山文魚是世界明冠魚類 但是山文魚在這個散采環境 有效特別高 甩外甩量 倒負荷養著這個山文魚的需求 養著條件特別難遇 通過專家這麼一番線 我心裡是更有了信心 鑑魚場的各項環保和技術指標 都很嚴格 一期就需要資金2100萬元 胡敬富籌集了1500萬 又從銀行貸款300萬元 還有300萬元缺口 縣裡給了扶持政策 資金問題終於解決了 而技術問題也是一個坎 山文魚對養殖環境非常嚴苛 必須保持溫度穩定勢宜 此前很多地方嘗試養殖都失敗了 沒有經驗又不懂技術 投入這麼大 胡敬富心裡很沒底 青春從來沒有養過山文魚 山西也沒有 當時整人走到這個技術很難 當時船裡知道這個事以後 就和我一起走到了 系列的藥館不滿 給我在河龍江醫教所 走到了一名技術人員 有了技術人員的幫助 養殖很順利 三文魚從魚苗到養成上市 需要三年時間 胡敬富帶著員工日夜小心看護 2020年 首批20萬尾三文魚 終於可以上市 檢驗這太行山裡的三文魚 能否得到市場認可的時刻到了 我就到了上海去剖市場 走到了一個做這個國產的魚 這個三文魚的一個經銷商 說你山西還能養三文魚 我說我山西就養出了三文魚 然後你也看品質吧 沒有品質得白說嘛 你再說得好聽也沒有用 但是人家就說你發過魚了 你發過魚了我沒得看 也看上你這個品質很好 這麼慢慢山西的三文魚就打出去了 快快快 看看 看這條魚 只要四三斤左右 張峰村的三文魚在市場一炮打響 行業內都知道太行山裡 也養出了高品質的三文魚 這批三文魚賣出後 胡敬戶回本了一千多萬元 在這期間養殖基地分四次 跟張峰村及周邊村子 簽訂了脱貧幫扶協議 通過招工 項目分紅等方式 帶動了253戶共516人 走上了脱貧致富道路 不過就在積極發展勢頭正旺的時候 2021年秋的一場強降雨 卻讓養殖基地遭遇了滅頂之災 43個漁池全部被沖毀 70多萬斤魚被沖走 這件巡視亮起800多萬 漁場怎麼辦 工人怎麼辦 對塊怎麼辦 就久慮久慮久慮的 飯也吃不下 酒也睡不著 甚至想著當時倒不知道 怎麼活下去了 在最艱難的時候 縣裡拿出了300萬元 災後重建磚款幫扶基地 並幫助協調了1000萬元的貼息貸款 對我們政府和部門來說 培育一個企業和養育一個孩子 是一樣的 當一個企業經歷過三年多的 進行呵護 走到今天 確實不易 而在這時候 遭受到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 企業心疼 我們政府更加難過 這時候企業要想重建 需要政府的幫助和支持 真是小種狀態 我們拿著這杯紙巾 小結了防紅壩 清理了雨泥 重建了道路 改壞了養殖沙士 用了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漁場要逃走了運行 在各方的精心呵護下 張峰村這個新的養殖產業 堅韌地生存下來 當地以此為基礎 大力發展全產業鏈 逐步形成養殖 加工 冷鏈運輸為一體的三文魚產業 從養殖基地出發12小時內 新鮮的食材就能端上 北京 上海 太原 南京 鄭州等 城市消費者的餐桌 如今 張峰村的三文魚供不應求 許多經銷商都會提前預訂 三文魚也成為當地 特色產業發展的一張名片 我們山西的這個案例 其實最大的就是說 你要因地之宜 你是有什麼樣的山 有什麼的水 在這上面要做突破性的一些產業 它這個灘土地80多亩 它的水質很好 它如果是養其他的傳統的水產品的話 它可能發展潛力不是很大 它引進了最先進的 這麼三文魚的淡水養殖技術 把我們這80畝的水質很優的灘土地 給盤活了 這個產業我們過去消費的 主要是依賴進口 現在我們湯出來了自己的一條路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點贊的 一個模式和一個案例 因地質疑依托優勢資源 發展新型農業生產 這是許多地方都在探索的路徑 魚子醬是一種多用於西餐的高端食材 由鱘魚的魚卵加工做成 以前魚子醬大都產至法國 比利時等國家 但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 最大的魚子醬生產國和出口國 每年產約260噸 供應著全球60%的市場 中國現在是出口和生產魚子醬 最大的一個國家你知道嗎 這個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中國也有出口魚子醬的嗎 在四川雅安天泉縣的 這家魚子醬生產企業 這些天 這裡的工作人員正忙著 為成年鱘魚進行B超檢測 用B超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 更精確地更精準地篩選出那些 用來做魚子醬的魚 然後提高我們整體的一個 產卵率和效率 現在這家魚子醬生產企業的規模 已經躍居全國第二 2023年生產了60噸魚子醬 佔全國產量的23% 不過此前天泉縣當地 並沒有水產養殖的傳統 更沒有企業做魚子醬 甚至魚子醬這個詞 對當地人來說都很陌生 那麼魚子醬產業是怎樣 在當地落地 並發展到如今這樣大規模的呢 我們也嘗試過很多產業 從養殖 種植的 包括群內 家禽 包括養兔這些都嘗試過的 但是它的那個特色不強 沒有我們 沒體現出我們的資源優勢來 天泉縣一直是一個 以傳統種養殖業為主的農業縣 因為沒有形成產業鏈 也沒有附加值高的產品 經濟發展很受限 當地政府一直想找到一個 能利用資源優勢的特色產業 而這時 一家漁業企業的負責人李軍 正在規劃養殖鱘魚 鱘魚做魚子醬 是當時覺得這個鱘魚 它有未來有很大的前景 它有廣大的市場空間 生產魚子醬的附加值很高 是單純養殖利潤的十幾倍 不過一個養殖週期要8到15年 而且取暖技術也是個壁壘 這讓許多企業望而卻步 李軍的團隊都是學水產養殖出身 在技術上具有優勢 但怎麼能找到一個 擁有優質資源的養殖基地 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為什麼選擇天犬 雅恩天犬 它剛好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交界的地方 走山區流下來水溫非常合適 水溫高溫的時候它會死掉 低溫的時候不生長 剛好在這個位置最適合它生長 最好 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需求相契合 雙方於2012年開啟了合作 不過企業剛起步就遭遇了困難 當時的雲魚魚苗都得靠進口 輾轉萬里一個環節控制不好 魚苗就會死光 幾十萬元就打了水漂 企業在不斷試錯中積累經驗 當地也拿出資源為企業提供技術支持 我們省農業廳那邊就是也支持 和我們的那個企業一起建那個專家大院 就是有很多專家住在那個園區裡面 來對企業的科技方面來進行一個扶持 雌性雲魚在漫長的生長期限裡 需要更大的空間生長 所以企業還需要擴建養殖基地 把村裡部分核灘地流轉出來 但當時企業發展 跟當地村民沒有太多關聯 大家的工作並不好做 怎麼才能讓產業發展 匯集當地群眾 讓大家能有參與的積極性 當地政府也在思考 經過與園區企業的攜商 共同探討出一橋 共享魚池的發展模式 共享魚池主要是 村機器經濟組織籌集資金 按照企業的標準修建魚池 將魚池返租給企業使用 村機器經濟組織每年可以 就是從企業中取得 投注資金8%左右的一個 比例的一個分黃 這樣企業和村機器都得到發展 這極大調動了村民的積極性 每個月都是六七千 比如外線好 你家境 炸鍋肉無頭 外面大空有機有高 有些是全部的火爐 這個整條公司是越來越有 千年有 如今 共享魚池每年帶動村集體 增收100多萬元 天泉縣以此為基礎 建成水產現代農業園區 發展孵化了七家企業 打造鱘魚苗種繁育和養殖 魚子醬加工和銷售等 全產業鏈條 去年出口創匯1368萬美元 匯集百姓近300戶 走出了一條大雨 帶動一方百姓致富的 特色發展之路 雅安抓住了魚子醬 這個全球非常優秀的 一個高端水產品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 還就是要處理好這個生產關係 當地的政府 還有我們的這些企業等 新型經營主體 包括家庭農場合作社 還有我們的農民 怎麼能形成一盤棋 能把這些經濟社會生態 在各方面的都考慮了 而且大家都是一個 全營和共營的一個狀態 實際上就是高質量發展 無論是四川天泉縣的魚子醬 還是山西張峰村的三文魚 都是立足實際 因地制宜 真抓實幹 做起來的 我國幅延遼闊 人口眾多 各地資源秉賦和發展水平千差萬別 發展的重點難點也就不盡相同 不能簡單套用單一發展模式 必須因地制宜 實事求是 同時還需要政策聚焦發力 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齊心協力 才能走好特色產業發展之路 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推進農業現代化 感謝收看今天的今天段訪談 再見 再見